科学家已经多次发出警告 经济和社会发展给环境带来巨大的压力 地球健康已经亮起了红灯 但是破坏环境的活动不见得有减少 就说阿根廷有两个湖泊 就因为化学污染形成诡异的粉红色 全球气温升高更导致格陵兰冰川急速融化 不断上升的海水随时淹没美国佛罗里达州 位于地球最南端的阿根廷巴塔哥尼亚地区 最近两个湖泊突然变成粉红色 虽然当地政府还在调查原因 但是环保专家归咎于附近的海鲜加工厂 使用一种名为压硫酸钠的抗菌化学品来保存鱼虾 并将多余的压硫酸钠排到湖中 形成异常的粉红色 面对居民强烈投诉 环境控制负责人轻描淡写地说 变色的湖水不会损害人命 几天后就会消失 由于肇事的海鲜加工厂是当地经济命脉 制造了几千个工作机会 因此地方政府被批评 为了拼经济 罔顾人民健康 全境大部分土地位于北极圈内的格陵兰 情况更加惊人 温室气体排放 大量森林被砍伐 导致全球温度上升 格陵兰7月28号发生过去十年第三次严重冰川融化事件 根据卫星图像显示 北极地区温度上升 格陵兰岛东北部 北端一路到南端的大部分冰都融化了 沉寂物大量排放到北冰洋 专家说22兆吨的冰雪融化将导致海水上升 甚至足以淹没美国人口第三多的佛罗里达州 马新社电视综合报道